挺亮啊这皮鞋啊 一层布啊 贺大哥说 这双皮鞋已经穿了一年多了 但让它保养的跟新的一样 大哥表示啊 无论是穿的还是用的 尽量都让它保持的干净整洁 就连家里的脱布头 每次用完都得用洗衣机清洗一遍 哎呀 跳板跳板 这得说一下 一天得洗一遍 你脱布头都整这么坎心 你看 这那是新买的似的 没用过似的 你这都用多久了 这个用能有一个多月 只管感觉你瞅了 我自己瞅我都舒服 实际上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不是说给别人看 我这毛巾都是三天两天就洗一遍 因为那毛巾你下的天天热的时候 它擦汗呢 它就有一味 所以你不能放时间太长 三天两天洗一遍 你说那毛巾脸上如果擦汗啥 有异味的 你一擦脸的时候 那味道不全你吸进去了 那都男活了 哥们儿 我瞅哪儿哪儿我都舒服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自己瞅的舒服 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单身 我看好样子不舒服 贺大哥说 生活在干净的环境里 他这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大哥表示 他七岁 母亲就因病去世 所以小时候自立能力就特别强 洗衣做饭这些活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 甚至后来结婚了 家里的活也都由他来承担 衣服我洗他连洗都不洗 饭他也不做 穿饭碗都不霜 床底有个洗衣盆这么大的 衣服脏了 换下来就往里一扔 我那老婆讲 那脾气老大了 扔到盆里以后 床单一周一脚 这盆就撩到床底了 等我要洗衣服的时候 周日我得爬着爬着 钻床底的把这盆够出来 就周日你大概就洗了这一周的衣服 我几乎周周就是这么生活 贺大哥说 结婚以来 虽然洗衣做饭 伺候孩子都是他的活 但他也任劳任怨 那时候他在吉林西站 负责检查货物票据 收入也挺可观 本以为日子可以越过越好 可就在贺大哥和妻子结婚的第五年 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他在外边 我表妹跟他在一起工作 我表妹给我打窗户 说小贺 发假 单位那个店给我扫 他俩总来往 下班也拽着不让他走 要请他看电影什么的 你说这么让他俩大大大 还不得出事吗 你看你赶快管一管吧 你证实了吗 还是不可能 然后我给他堵 他俩都给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都给堵到屋里头了 还用证实啥呀 我给他堵到床上试现实 我九点钟到时候 外头下的小月 我一直到十二点 他都不过开门 铺铺里有人他不敢过开 我就在外面那么掏心肺腑 我得跟他俩老 我说老婆 无论如何 你不应该做出那些越轨的事 我说我对你挺好的嘛 咱俩感情不也可以吗 我说再说还有孩子呢 你非得把事做得那么绝 我一脚就给闷踹开 反正讲那个男人就 在那床 看眼底那家蹲了 当时我就跟他把话挑明了 我说你要是这样事的话 那咱俩没有办法 我只能就离婚了 贺大哥说 他们离婚时 儿子才四岁 为了让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贺大哥辞去了吉林西站的工作 自己掌勺开了八年的饭店 如今儿子这边早已成家立业了 贺大哥这身边就缺个提己人了 说到找老伴 贺大哥这边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这一盆是给未来老婆买的 我不是这样价我都没价 花了多少钱 三百 重新组建家庭了 没有感情基础 不得沟通吗 不得高心相处吗 我天天晚上后 我给他泡个酒 你还要给女人洗脚啊 老婆你坐在沙发上 厨房不用你管 我给你沏点茶 你坐这先品品茶 哎呀 你品茶这个时间 我在厨房刷碗刷牌的 收拾完了 我就给你水给你烧上 我就把水给你端那 您就在住在这里 老婆来你洗一脚 我就这样似的 这个模式 我把袜给他脱了 来老婆你泡个酒 那个暖暖的 这东北的天气太冷了 哎呀 因为我准备要找人了 我心里讲 不管我未来的老婆是哪一位 但现在这个先妻的工作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做了 我在做了 你看看 这相亲准备洗脚盆 咱贺大哥还真是第一人呢 贺大哥说了 对老伴好 可不能光口头说说 他得付出行动 他想通过给未来老伴洗脚 让对方感受到爱意和温暖 如今这洗脚盆也买了 那这贺大哥到底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我178的最好是165的 160的也可以 集中多少我没有限制 胖一点的不显得复他吗 但就是说现在如果哪个女人想共俩处的话 这个经济这个事必须得谈明 谈特别明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多少我不介意 我也不问你开多少钱 就你的工资 我的工资 咱俩的工资 能不能放到一起 这就是咱俩的日常生活的开销 因为咱们重新组建个家庭 男人有男人责任 女人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你也有你的责任 那这是放在谁那呢 放在谁那都可以 放在他那我也没意见 可以啊 了解了贺大哥的择偶标准 同娘联系了 同样家住吉利 性格开朗的陈欣 陈大姐 陈欣 陈大姐 这七楼爬上得太不容易了 太辛苦了 陈欣 59岁 离异 集化集团环境监测退休 退休金3800元 家住吉林 住房面积90平米 你平时喜欢喝高净红酒啊大姐 喝点 高净就喝 就是少量的 你看看那么多红酒 这刚来到陈大姐家啊 红娘就发现 她家里摆着一排红酒 陈大姐说啊 她白酒啤酒也都能喝点 但喝啤酒发胖 喝白酒度数又太高 相对来说 平时喝点葡萄酒 还可以软化血管 平时除了聚聚会 陈大姐大多数时间 都要来练习唱歌跳舞 跳舞 唱歌 从今年八月份以后 是千年去吗 不得一个礼拜去 三次 歌手机里 我们唱歌团 跳舞团 晚上就歌手机里 微信里 就唱 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 我连我不敢数莫思念 你是过境界 长海上天 你不是当初的少年 我永远很爱你 陈大姐说 她这几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并没有发挥出她平时的唱歌水准 陈大姐表示 她在集化研究院上班时 她就爱好唱歌跳舞 每次单位开年会时 她都会表演节目 我一看这体质增量 就别擦了 我那麻布点 全带鞋油的 总用 还找小花板 不行了 我这走哪的必须对 这风衣挺紧的 你好 你好 请进欢迎 陈大姐 你闯一会 陈大姐 贺人叫贺大哥 贺路 贺路的 GVC的 老话叫 老科叫黄女春 这咋的手扣不过了 第一天 现在这疫情就灭了 演员个疼吧 还行 还行 还能 能过了这演员的过来 来就一坐也不看大姐 这不看 不过这个东西 家这个东西才讲 哥们儿就你住别墅 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你的物质基础 同感 对哦 不用整个那么太熟 我的产品 我的观点 我不理 我是看好 你这个人如何 你的住职财富 跟我一点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他说一点 其实我比较赞同 他的房子什么大小 和我也没关系 其实我的房子大小 和他也没关系 这俩人刚一见面 演员这关算是过了 红娘想着 让贺大哥看看陈大姐的家 多了解了解大姐 可贺大哥认为 对方的居住环境 他毫不在意 主要还是得看陈大姐这个人 而陈大姐对贺大哥的观点 也十分认同 达成了共识 贺大哥更是开门见山 提出了自己在意的问题 如果有缘地找到一起的话 我希望咱们俩人的收入 放到一起 这就是咱俩的生活费 你知道吗 两人要想在一起 你就别长心眼 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这钱就是我俩共同在这 在机前这方面 大哥的意思就是 两个人钱放在一朵花 是吧 那这钱放在谁呢 无所谓 无所谓 我这真无所谓 我这红衣服都没说 咱就你就照这些钱花 如果去世了 两个人你说你能贴 我姓赫 老赫 这买菜没钱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上一号再求点 不是问题 他就开三千了 他就开两千多 也够吃够喝的 有钱就多花 少就少花 剩个钱就留 没钱了就赶忙 你看看 两人在今后金钱分配的问题上 又一次达成了一致 贺大哥又提出了 自己挣多少就花多少的消费观 那陈大姐这边又是咋看的呢 我的观点是 我不求我这三千六万 你给我眨些多少 哪怕一个月花 一个月光 也可以 咱们到月还有工资 有工资 光啊 有工资 我们的工资行 你要现在靠手机 你扫一下 你看那边有余人 有24个钱 挺好 不是这马上就9天就开始了 有钱就花 钱放银行里数字 哥家里不花纸片呢 你不能为钱服务 得让钱为你服务 该话就花 我也就是光资 我也愈光资 她姐说她也是愈光资 到这个年龄了 咱有这种退休待遇的 生活就有保障了 说没有那么多忧虑 好的什么晚上省点花 那卡里的时候 得留点余额 花吧 够花的行为 我俩有些观点嘛 还比较 我比较同意她的观点 也那个赞成 正如陈大杰所说的 俩人好多观点和想法 都是一致的 红鸟觉得这俩人还真挺合拍 就在这时 陈大杰也主动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我跟你说哈 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人嘛是不错 但我缺点就是不会做饭 大鸡饭 饱饱饱饱饱饱水 给营店你不会啊 没有会 这就完了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没事 这个就是都太皮毛的事 但我这都不是问题 相当满意啊做饭 那我原先网名叫吃货 这贺大哥会做饭这点 让陈大杰十分满意 这一个之前 当过厨师会做饭 一个不会做饭 但爱吃 目前看来 俩人都挺投缘的 那通过接触 俩人对彼此是啥想法呢 挺好的 其实有些观点 我俩也不是发现 有些东西挺我的 挺合乎的 就是标准的 比如说没有复杂呢 就是像我以前想的 没有复杂 过日对我好一些 那你现在对大姐 总体看来是啥样 印象还可以 可以往下处 我耽误过现在 我看不出来怎么热情 是不是我这个 我这方面的条件 她也不是很满意 她还通过跟大哥唠壳 大哥说你对她不热乎 觉得她也对大哥不热乎 挺高了 这不得妆感矜持点 女人哪有种三杆子的 女人得矜持点 原来你的情感层面在这个点上 我这个是不是就黑出了 结束呗 你不定 你慢慢感觉我呗 你要感觉我还是不热乎 那你就撤 你要是感觉我热乎 那就继续OK 热乎 我体会体会 你看你这个热不热情 你看我手脸吧 手脸 她脸手脸 你看像我刚才说 就一点都不热情你这样 你手头是凉的 没人疼 没人疼呢 好了以后你这个手的这个 这个体温的事我负责了 你一定要你手这样 先说手上让你短 从脚上让你短 逐渐逐渐让你暖心 大哥买了一个洗脚盘 那是不知道谁给谁准备的 谁是我老婆就给谁准备的 对 就单纯大哥说这些 心里是不是有 碰碰碰嘴 我感觉有这么好的 我没有表现 很热乎的 作为老婆这个时候 我没想到这个那么高度 我这绝对是男人家庭的顶配 通过了解 两人都想进一步相处 贺大哥也主动邀请陈大姐 一起去她家做做 可陈大姐这边接了个电话 今天有急事要办 所以他们约好明天再见 第二天一早 贺大哥在家 早已准备好了食材 打算让陈大姐尝尝她的厨艺 一锅出海了 水果上了 成了 她的白脸怪了 有样吗 有样 贺大哥这一大桌子菜 真是满满的诚意呀 看来今天这陈大姐是有口福了 红娘也来到了陈大姐家 去接了大姐 陈大姐说 今儿个上大哥家是个喜事 准备带她的红酒 庆祝庆祝 拿两口好受伤伤 行 还特意换身衣服 看开酒瓶 进一瓶 让姐拿了 行 紧张吗 不紧张 陈大姐这边准备了香醇的红酒 贺大哥这边准备了丰盛的佳肴 闻着香味了 啊 闻着香味了啊 对 确实很香啊 各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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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 瞧我 哎呀 大厨啊 大厨啊 欢迎你 不客气 来 先握手 这行的都安排上了 热不热情先从菜饼开始 行 一会儿正好大领子 一会儿不热情先从握手开始 带两瓶好似成双吗 看来贺大哥做的饭菜很合陈大姐的口味 可就在这时 贺大哥这边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想要问问陈大姐的想法 我的观点就是咋 俩人既然能有演员了 咱同样也出了 考虑到要走入回音殿堂了 做成一个家 新的家庭了 那咱俩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正 必须得 必须得办了 这个也是我的原则性东西 你是过日子 你不是搭伙 你也不是找保姆 你我也不是找厨师 互相之间 给一个彼此的一个安全感 对 哪天 你找保姆给你做饭了 谁给我做饭了 我是跑不了 观点我这腿脚现在一天皮天 岁数大了 我是跑不哪去 谁都如此 我是跑不哪去 两人都觉得 这要是相处融洽了 这结婚证是必须得领的 两人也再次达成了共识 可在贺大哥这边 这心里一直惦记的事 还没做完呢 咸咸咸咸咸 可以 成了就是老婆了 这就是给你专门配的 顶配 你看还有洗脚粉是吧 里面 脏子 盆给它端了 洗脚水端了不算 一条腿跪着 来 喜欢你把脚伸过来 这可是天台要不饿的 不是 那个 全国观众 十岁人都能看得到的 那个老婆 水温是不是有点低了 好吗 赵恒仁家住吉林长春 72岁 长春水利工程局退休 退休金4700元丧偶 住房面积60平米 没啥东西啊你家的里头 刚装一完 今天我一会儿装的 两个是 这个 这是窗户 那时候重新换的 换的窗户 对 原来是漏风 然后这也是 这都新咋的 你这还有那个踏踏银 电视炕 门啥都换的 然后换地热 厕所厨房 都整到这样来了 都整到阳台里了 哎呀 这一边是厕所新装的 哎 然后这个厨房 对 然后厕所在这块 哦 原来你这屋不是低热吗 不是暖气 暖气啊 暖气不热 我这平常时间才16度 哦 那你这个是大庄的 对啊 花多少钱 花了五万 花了五万块钱 嗯 你这个 大哥你现在 纽约退休金的 五万块钱 四千七 你之前是 在哪个儿子 十万块里面 赵大哥 今年五月份 给家里做的大装修 大哥说啊 之前因为房子挺旧 一直也没太好意思找老伴 大哥的老伴去世七年了 之所以这些年 都是自己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七年 大哥一直都跟儿子住 他是夏公主 啊 他现在是 就当了计划园呢 他那房子 现在在外面桥上呢 他那也没收拾 所以现在在我这住 他也有自己的房子 对对对对 他跟你猪童是这样的呀 这是 这是从一三年到 到现在的 可是夏威侠 就是跟你这种 你儿子 他有自己自己是啥的 因为他爱人不能生女 他不牵住女 不能生女 然后离婚了 儿子离婚以后 就搬过来跟大哥一起住了 赵大哥说 自打儿子住进家里后 大哥就发现 原本喜欢喝酒的儿子 竟是更变本加厉 甚至最后因为喝酒务事 把工作都丢了 当天理的嘛 因为好喝酒嘛 跟民工 三喝两喝 就把人家的行李啥都给尿了 打回来不给阿门 不给阿门 他就轮到了四五年嘛 这我一看不行啊 四五年他不干活 你就是咋整个 你都没工资 生活就是花我钱嘛 我跟我吃跟我喝 我跟我 就是给他做饭吃 就看他挺厉害的 赵大哥说 父子之间不应该生分 儿子靠自己生活也没啥 但是看孩子停职在家四五年 大哥觉得 儿子一直消沉下去 是个问题 我就找处理 找处理干嘛 他毕竟是处理职工啊 现在都变成年轻了 我们老家伙都退休了 再整个 你再不上班的话 都现在都变年轻了 逐渐逐渐 这单位老子定家换 换来换去 做个百工作会没呢 你咋的 你老不干活 你都好歹了 大哥以前跟儿子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看儿子现在的情况 大哥事前想后 做出一个决定 已经退休十年的赵大哥 硬着头皮 求着自己的老同事 希望帮儿子恢复工作 这两年我跑了多少趟了 人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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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家呢 去那块 去那块 那么去给人说了 给儿子找点做啥的 没说就是自己 也跟你一块去啊 他也不去的 他能 能靠我就靠我 不能靠我的眼睛那么低的嘛 你 accessible 他成天他当人不障在 那儿子都 basics 去的时候 不入所 有空心了吗 他之前 我家人說你咋的 不重要的事 在趙大哥的一再努力下 兒子終於回到了單位上班了 或許兒子的心裡 也知道大哥的不容易 現在下定決心不喝酒 以後也要好好工作 已經說了 這位決定了不喝了 我身體好好幹 因為他現在下工地吧 一月能掙多少錢 能掙五六千 一年多 這不能對我媳婦嗎 你不掙錢 你白說啊 男的事你不給錢呢 掙錢兒子好說不起話 然後你再攔點 把你的房子收拾 你就趕緊出去過去吧 你自來掙錢嘛 你還指著我幫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 趙大哥說 跟兒子生活的這些年 自己沒少操心 現在想邁出這一步 再找個老伴的話 就不想再有兒女方面的負擔了 經常的你有老伴了吧 他那邊沒有後顧自由啊 嗯 哪方面的後顧自由啊 就是子女方面吧 我就怕啥呢 我的子女他不來找我 你的子女經常來找我 我受不了啊 就是 但是 就被自己的經理找到 已經找害怕了 對 就怕啥呢 就怕你 你還沒結婚呢 今天來了 明天來了 你說你咋的 趙大哥的情況 讓紅娘想到了 同樣加入長春 性格相仿的 李長生李大姐 李大姐跟趙大哥一樣 也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李長生大姐 紅娘美玲 你好你好 你這頭髮咋這色呢 我就是白髮 就是白髮 對 我就是白髮 你這個頭髮 那你這是黃的 這是咋的 黃的我也是 是我們家一起 你這挺好看的 戴著然後再搭配這小帽 我幹啥呀 今天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七十 李長生家住吉林長春 七十歲 退休金一千零七十元 目前租房住 放偶 我女小生是隔離 是住這房子吧 我住了三年的 我家的房子 我們家是十遍的 他賣掉的 他也叫我老保這一塊 那你這房子租的是 是拿你那個老保 我哪能夠我 我女兒和兒子 一逃一半吧 李大姐二十年前 把家裡的房子 賣了十一萬 一部分用來交老保 一部分用來給老婆治病 糖尿病導致的腐爛嘛 這兩個膝蓋下邊都爛 連腳都爛 全是爛了 從這 從膝蓋往下 全爛 站起來都站不了 他有時候站不穩 啪去把我抓一下子呢 有時候那樣 那也是地板 要是水泥地骨也摔死了 他要坐沙發 我早上起來上班 給他抱沙發 這樣給他連人腰帶 我怕他睡著 我怕他摔下來 我只能抱到床邊 我這胳膊都走心了 我感覺你這好像比別人粗呢 就這個地方苦嗎 這地方狗跟淚的 你摸摸摸 兩個都是這樣 李大姐的丈夫 在大姐四十歲那年 查出了腦血栓和糖尿病 臥床七八年 到大姐六十七歲 她的丈夫突然急病去世 在李大姐這二十七年的生活裡 除了工作就是照顧病重的丈夫 大姐每天都恨不得把所有的時間 都擠出來獻給家庭 我吃飯都吃不著 我餵她的時間 我們中午就休息一小時 我餵她的時間 沒有吃飯時間 我們來回路過一個小麥店包庫 我進屋買兩個包子 我拿著兩個包子 手裡都逼著跑車上 在車上吃飯 那哪裡都市集都說 這個大姐天天在車上吃飯 是不是又有神經問題啊 你知道嗎 我說我吃飯時間沒有 只能在車上吃飯 你十多分鐘到學校了嗎 我說那經常我的愛人有病 我得把它餵好了 我才能吃飯 所有老伴連打工 我是159斤嘛 那吊了136斤嘛 十斤要東西拖呗 這一塊呗 現在120斤 四五十斤肉吊起來 從老伴生病開始 大姐就沒過過好日子 平常忙著打工和照顧老伴 掙的錢都用來給老伴看病 自己這些年 只能夠是一件衣服都捨不得買 我看咱這屋也沒有衣櫃上 好像就是以前有那個大皮箱 還有這小箱的是不是 對 我平時穿的衣服都在這兒呢 有孩子們給的 有咱家淋的 因為我們有這筆自己買的 媽 那這麼多年 我想想我老頭從那兒有病 我沒買過衣服 四個都從那兒買過 你是不捨得花錢還是咋的 你這不是也有自己也有1000塊錢 有錢嗎 我現在才漲到一千零七十 我過去幾百塊錢呢 那你這個衣服啥的 有沒有自己買的呀 青年春節嘛 我買了一件 你買的這是 80塊錢買一件 這個是自己買的 我沒捨得穿 就穿了一次 在中東買的 去了還把我丟了 我沒洗過商店 我這回要是有家了吧 我該穿了 我該漂亮漂亮 李大姐說啊 自從老伴生病以後 大姐每天的生活 好像都是圍著老伴轉 連屬於她的衣服也沒幾件 現在老伴去世三年了 也該為了自己做出改變 一方面就是第一 首先身體好 第二面就工資 倆兒購花就行 玩我工資低 購花是指常識的呀 現在生活標準不都是 兩千 三千以上 另外她對的富製好不好 這是首先 那經常 有那個個兒嗎 經常回家看看嘛 那你不需要他們錢財物什麼的 就回家看看兩個老人就行 是不是 就兒女能坐到常回家看看就行 對 李大姐重感情 照顧生病的老爸27年 現在她想有一個溫暖的家 趙大哥對家人那是1.1的好 那他們相親以後 兩人會走到一起嗎 這衣服今天是普用的 今天是第二次 第二次穿 買那天老太太說 讓我穿試試看有沒有她的效果好 好 萬大說 因為她穿比你效果好 我傷他還挺後悔的 今天相親 把這衣服 終於穿出來了 不然你這衣服下次穿 為啥時候 親姐姐 今天就是大日老 因為要去相親 李大姐特意把留著過年才穿的衣服 拿出來穿了 那這場讓李大姐滿懷期待的相親 到底會咋樣呢 一樓 你進去就能看著 一樓還行 一樓行啊 住一樓吧 她幹啥方便 對 住一樓方便的是 誰就能看見 對 主要是你那次出來 上個樓會不方便 我給你看看 我開門了 你這就開開了呢 啊 我聽懂你了 不要我開門 好 來 進 進了姐 進了我 來 行行行 我給介紹一下 這個大哥姓趙 趙鳳仁大哥 對 這個姓李 李長生大姐 我守啥的 大哥你自己介紹介紹 你今天多大 今天73 姐呢 我70 個人沒我哥 我那行行不行 第一句話沒有演員 啊 你覺得從哥和長姓上面 沒有什麼演員 對 那怎麼能過日子呢 根本不不不 我不相信演員 嗯 知道嗎 啥說 就是在老科當中嘛 就是互相了解啊 嗯 就是能在一塊兒過日子 能在一塊兒過就行 各方面嘛 通過老科嘛 嗯 多讓他了解一些嘛 了解一些 性格還是這方面 對呀 這不都能老出來嘛 那我不喜歡的 我連話我都不能說嘛 嗯 他一眼瞧著我漂亮 我一眼瞧他 好看 這麼注重演員這方面 那你說要是 萬一錯過了那個 跟你其他方面 很合拍的人 咋整啊 嗯 以後肯定有這方面的喜事 肯定有心 我走在我心目中 好像有一個人當中了 鄭金蘭 家住四平 67歲 低保600元 住女兒的房子 你自己心裡頭想法 啥樣事的 你想找個啥人 哎呀 想找一個就是品德比較好的 嗯 對我好的 誠實點的 是不是 嗯 這盡量別打仗 我一樣跟你 不打你家那個 那個虎魚那虎虎 是不是 咱不能給人提那個事 沒有用 今天一方面 打三千塊錢以上 你兩千塊錢 倆是生活 生活不了 鄭大姐找另一半 除了經濟上 能支撐兩人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對方必須品德好 雖然知道自己 想找個啥樣的伴 不過鄭大姐心裡 還是沒有主意 所以啊 想讓自己的閨蜜 一起去看看 幫忙把把關 嗯 小夥分寸 嗯 我呢 只能給你做個參考 對 現在那個 做決定還是你自己 對 選了錢還是你自己做 在鄭大姐閨蜜的支持下 兩人一起來到了長春 鄭大姐決定 跟趙大哥見上一面 啊 我看著了 看著你了 姐可酸照著你了 今天都沒穿你耳上冷不冷 沒事沒事 閨蜜呢 這是火 我看看 今天特地過來了 那我吃一罐 他不得只能來耶 哎呀 他不來他就不來了 是嗎 那他說他這兒不來 那他絕對是 那他絕對是 今天家還有什麼 講好 姐你自己拿主意 然後這個姐 他只能幫你八八罐 啊 行啊 好 準備點 準備水果了 啊 來 吃 這小區這個地方 附近有那個長春公園 啊 那邊還有商場啊 附近幹啥都挺方便的 挺好的 快笑一笑 大哥一進去過去還得驚訝 打一下子來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進來了 挺好的 你好 這個是我今天給大哥 介紹的相親對象啊 你好 好 後面還有一個大姐 我免得姓趙 啊 嗯 穿鞋上來呢行嗎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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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 你也接受接受自己啊 我接受接受我姓趙 啊 你叫啥呀你 我姓趙 啊 啊 叫啥呢問趙 趙橫人 啊 握個手 握個手吧 好了 相識就是一樣啊 對對對 他沒啥毛病 嗯 這個外在也不知道就看健不健康吧 對啊 你別整個別安慌咋整個 好 好 個兒是小的 那兒多的 腿還有點彎的臭 哪個都不行呢 練一下班點的我的媽呀 老年有的事沒有他那麼多 你起來了 為啥呀 你還為啥呢 對你高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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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兒多長期待 對你高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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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經營幾重 完了不能上班了 我想這些不行 不能脫離孩子的 就算是地吧 現在的生活條件不行 我那究竟 说了没有 说了可是 你就是会比丑着刚刚进去 说啥啥啥 都习惯了 说大话就完事了 就是习惯 你看 我们就在法面 说法面 四十大了 没有伴 我一生生活也费劲 这样找个伴 郑大姐倒是实在 刚见面没多久 就把自己的生活压力 交代得清清楚楚 本以为这一点 会让赵大哥心里不是滋味 但没想到的是 赵大哥这儿 反而因为郑大姐的直率 而对大姐更有好感了 你今天话感这么多了 那咱这改变改变了 好 你说 你告诉你了 没有经济来源 对 不是很实在吗 你说大姐 从说这些 就能看出来 对 实在的 实在是好还是不好 你是感觉 对这个看法咋样 咱就是有啥说啥 必满的一样的 你之前不是向赵 一个又有双胞耳的吗 对啊 颜色呢 你一见 一定把话说了 也没双胞耳 赵大哥说 郑大姐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她很喜欢 再过日子这方面 应该能合适 所以自己的要求 也就放宽了 接下来 赵大哥更是主动 向大姐推荐起了自己 我从小到没有父母 所以说呢 就养成这种习惯 我就记住一句话 就是温柔走天下 就一样寸不难以 人家说啥 骂你 咱不自声 骂你两句 他不能骂你第三句了 骂你章的 所以说呢 你骂我两句 你第三句就不能骂 你我也不自声 那你爹面牛牛怎么过日子 对不对 那咱不能委屈人 你说的妈 你看来 啥的那什么意思 你来这么点心 那么点心 那能行 过日子俩人的事 不是一个事 那个不行 你说大哥那样事 那也是就是 啥都委屈自己 哪可不是 那不行 赵大哥说 在为人处事上 他总是喜欢 用温和一点的方法 有啥事 退一步挺过去就好了 但大姐却说 大哥这个性格 要是过日子的话 一味地让步 就得委屈他自己 大哥又是个憋屈的性子 这样的话 两人要是在一块过日子 就不太合适 做个朋友 早是可以 这今儿穿少个 真是 那我不送你了 别送了 你再这儿乌吧